加萨民众拉着行李 埃及和加萨边界 拉法口岸乱成一团 大家为了躲避战火 大举出逃 埃及周二关闭边境 还出动军队 因为逃难的人实在太多了 以色列围困加萨 惨况也曝光 这一家八口不知该往哪逃 以为躲在医院很安全 但全都被抛袭 而遭到哈马斯大军 绑架的人质家属 在镜头前痛哭 女子说祖母被哈马斯杀死 而且还把画面PO上脸书 泰国这名妻子也欺不成身 她的先生在以色列遇害 泰国外交部证实 有18个人沦为人质 不过专家认为 要营救人质很困难 被哈马斯关押了人职超过150元 恐怕很难出动拯救 以色列不只要面对哈马斯 伊朗撑腰的叙利亚也发射飞弹 落在以色列北部 还有宿敌黎巴嫩 在三条战线围困下 让以色列焦头烂额 TVBN新闻最后报导 以色列警察一边骑车 一边瞄准开枪 因为前方有哈马斯成员 开车加速狂奔 地点就发生在加萨边境的 内提沃特 幸好这波交火成功击毙 车内两名哈马斯民兵 这是突袭首日大批乙军 在尼阿姆地区与哈马斯 激烈交火的镜头 报导称当天 有一名年仅25岁的女协调官 果断带民众击毙 25名哈马斯成员 她也被以色列人称为女英雄 以色列一边强势回击 一边呼吁国际帮忙 但哈马斯似乎还是有反击力量 哈马斯又朝阿什克隆 发射多枚火箭弹 CNN记者惊险直击 铁穹系统启动瞬切 哈马斯不认输 哈马斯不认输又公布首日攻破以色列围墙的新影片 目前外界人不清楚哈马斯还储备多少军力可以继续攻击 以色列显然还有硬仗要面对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整间屋子被哈马斯民兵持枪轰到面目全非 墙上满是弹孔 厨房也全毁 屋主是这对结婚41年的夫妻 在自家被挟持长达20个小时 为了保命还亲自做饭 试图让哈马斯民兵放下戒心 夫妇的儿子是当地警察 发现爸爸妈妈被挟持带着特警回家救人 一共五名武装分子拆窗户闯进屋内挟持 最后通通遭到特警击毙 但在以色列遭到挟持的平民 还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 尝试回播电话传讯息给儿子 但接下来却再也没有回应 失踪的赫石哥德堡波林 当地时间7号参加音乐祭 庆祝23岁生日 碰上袭击 遭哈马斯武装分子带走 只留下两封讯息就音讯全无 夫妻俩已经提供儿子的DNA样本 希望警方可以尽快找到人 他们从美国芝加哥搬到耶路撒冷 没想到却碰上战乱 另外根据美国白宫的说法 至少20名美国人失踪 恐怕也都沦为人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哈马斯民兵拿着打火机纵火焚烧民宅 还残忍射杀居民养的狗 以色列公布了好几段画面 父母用肉身护着孩童 最后他们通通都被抓去当人质 更可怕的是哈马斯还屠杀整座村庄 以色列军方特地带卫国媒体到 加萨边境400公尺外的卡法阿闸村 见证残酷暴行 哈马斯的袭击破坏了多栋民宅 从路上到屋内 到处都是居民的遗体 不分老少都是当着家人的面 遭到处决 当地媒体还报道 哈马斯更冷血杀害40名婴儿 有些还伸手异触 这名以色列的少将就痛骂 这就是大屠杀 就算以色列报复空袭 哈马斯还是有火箭库存 滥杀无辜 根据外媒统计 哈马斯常规约1万名的游击队 动员的时候可以达到5万名 虽然没有装甲车 但是重型火力充足 还有反战车飞弹 甚至有地对地飞弹 到底武器是从哪来 华邮就报道 伊朗疑似提供价值1000万美元的 武器 但是美国跟以色列至今 没有掌握伊朗直接摄入的证据 提示前送不到 社区高楼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 以色列民众集体高唱国歌 展现团结的一面 另外打击反国的以色列民众 在准备降落前 所有人在机舱内站起来 一起高唱国歌 为彼此加油打气 以色列国安部长宣布 所有城镇都会发放突击步枪 除了自我防卫 也提供志愿者杀敌 第一波将发放4000把步枪 CNN团队在南部城镇 直击以色列和哈马斯基站 趁夜间跨境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军遭到炮袭 加萨边境出现大量坦克和装甲 以色列宣布解除所有军事限制 地面阵准备全面开打 不过发动地面阵必须相当谨慎 因为可能落入哈马斯的圈套 北约前主会官认为 如果演变从地面阵 将是一场硬仗 北边还有黎巴嫩和叙利亚威胁 这场仗可能拖上数星期 甚至数个月 TVB新闻正好报道 站在新北平溪的十分老街 手上抓着红色天灯 接着放手让天灯燃染深空 上面写着 希望能够和平 他们是到台湾旅行 来自以色列的民众 听到引发冲突的消息 真的非常担心 透过手机通讯软体 联系家人跟朋友 有人联络上 有人却是音讯全无 实乎这根本就是恐怖电影 真实上演 这一团旅客总共19人 9月29号开始 一路从台东花莲 要玩到宜兰跟北部 没想到10月7号 他们还在台东的时候 却突然得知 尾巴冲突的消息 瞬间旅游兴致全无 而且原定10月11号 他们就要结束旅程 搭乘飞机返回以色列 如今航班确定遭到取消 整个行程计划乱成一团 现在只能滞留在台湾 目前只能先待在饭店 连下一个点要去哪 还有住宿餐食 这些都要重新规划 何时可以搭上飞机 统统都是未知数 看着清门还有的照片 只有满满的担心 欣喜家乡 但这颗悬着的心 不知道何时才能够放下 他们只盼望冲突赶快落幕 一切平安 明媚的阳光吹着微微海风 这是疫情前 在以色列亚什基伦海边的风景 现在遭到哈马斯攻击 发射上百发的火箭 让身为以色列人的台湾女婿 但相当担心 无时无刻不查看手机 关心家乡目前战况 这是以色列音乐节 遭到哈马斯攻击后的街道 车辆坏得坏烧得烧 一片混乱 手机里满满这样的影片 叙述着战火无情 虽然店的家人住在以色列北部的特拉维夫 离加萨还有一段距离 但大家的生活步调也全被打乱 去了台湾妻子的Dan 因为疫情留在台湾已经三年了 在高雄经营以色列餐厅 当初家人还担心两岸状况 没想到家乡先爆发战火 以色列开始征召 40岁以下的国民加入后备义军人 让Dan也一度跟妻子讨论 想要回家乡尽一份心力 我们必须不忘了 他们被选择选择 为财务 而他们是他们做到以色列的 他们现在做到以色列的 我们必须不忘了 在接下来 你会看到以色列的忽略 但我们必须明白 这是一战 这次是以巴两国五十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战争 身为以色列人的Dan 虽然身处安全的台湾 但也祈祷无情战火 早日停歇 家人平安 TVBS新闻李家世刘玄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